您好 欢迎收看3月3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萧佳慧 花莲县政府112年度村里领长政令宣导座谈会 2到3号县长徐正伟 率团队亲赴中南区六乡镇主持会议 继2号中区三乡镇提出64项建议案后 今天分别登场的是复理以及卓西玉里三乡镇的座谈 基层的村里长都踊跃发言提案 使得提案量重量破败 不论是封兵还是光复乡 2号下午在县政府112年度村里长政令宣导座谈会中 就提出了农路、部落居安、交通、观光等 共64项检疫案 县政府团队分门别类逐一排砍执行 已经是不堪 不堪了啦 已经是就像刚刚那个我们的村长讲的 土石 这些活动中心屋顶 屋顶 被扩损严重 我有盛水现象 旺有经费能够协助排散 变形啊 那个 那个监系 那个 凤也是受损的 每次下大鱼呢 里面 内外大鱼小鱼通通来 因为 提案太多了 没有办法 跟我们协助 希望说这次提案 我们都先稳够 给予来协助 以便防止时间 不要造成 我们周遭 旁边的周遭农土 农土 三号一早 县长许正卫 率领团队 封城普普 来到花莲 陷境之南 副里乡 请听民意心声 大年107、5、9 为防范射击极端气候 强调的情形 造成天然灾害 维护民众身边安全的财产 九一八地震灾过后 那个 他们防护灾土的部分 有些人要带回去 谁帮我盖 这个部分 要有什么 精确 做一做一 那个 刚刚 因为有些 因为我们 这样子 找人家 居多 他们不知道 在不合一半里 结束了上午 在副里乡的座谈会后 县补人马 下午转往 玉璃镇中正堂 和玉璃镇 与佐西乡两乡镇的村里长 面对面座谈 场面热烈 有位台湾的时候 就是前方 他们的助长前面 他得到 他得到 土壤下线 公他的领域 我们那个清水 有一个那个外防罩 因为那个毕业佛中 那个校车也进到山谷了 那个只有 五米 只要一个大车全坐掉 之后 我们去年一直建立 河川铁就是不给我们让歇 在918的时候 没有垮下线 那个赶笔 可是在 在过一段时间的时候 就已经 垮下线 然后下线 都在耕耳 都在插秧 都非常不方便 你的行政也会造成危险 所以在这里 根据我们的商警长官呢 能够协助 不论是中区光复封兵以及瑞穗 还是南区复里 玉里 以及卓西三乡镇 除了关注农路 灌牌设施 观光景点 交通改善等等的成年老岸 村里长也关切 0918强震灾损附件进度 期盼县政府团队加快脚步 记者综合报道